万荣乡红叶村的子弟陈美云 在台北经营美容美髮事业有成 而他对于最近家乡部落沸沸扬扬反地热开发案 他也高度关注 因此在今天特别结合了反地热开发 自救会举办了议检 以自己的专业方式来回馈部落 同时也坚决表达反对红叶地热开发 希望借此唤起更多人关注部落的事务 法郎易检的布条与反对红叶地热开发的红布条并列高挂 不过现场没有慷慨激愤的抗议民众 有的只是易检美髮师专业的检法技术 来为部落的大人小孩修剪头发打理门面相当跳通 这是易检的活动是为了要回馈我们的乡亲 还有我们的族人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生长在这里 我要回馈在这个部落 为红叶部落土生土长的陈美云 在台北经营美容美髮事业有成 对部落自己的老家有着深厚的情感 因此几乎是周周返乡的他 尤其对于财团企业不尊重部落而进行 开发红叶地热感到忧心 因此以自己的方式选在今天 结合红叶村反地热开发 这就会办理意见 表达反对的立场也借此唤醒更多人关注部落事务 因为支持反地热我们就是兴起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有很多可以回馈的方式 不一定是用金钱 但是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我们一样是爱红叶爱部落 所以我们就身体力行的 就是牺牲我们的时间 下来真的是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回应我们的村民 透过益检活动 这就会与益检团队也适时传达宣传 坚决反对 地热开发的立场 少了城抗的剑拔弩张 却而代致的是部落族人彼此见的情感联系 不仅大人就连小朋友也都相当喜爱 包括了陈美云在内共四个志同道合的美发设计师也共襄盛举 从上午9点开始为部落族人免费设计发型修剪头发 一个上午下来总共有100多位的族人前来免费意见 陈美云感谢伙伴的协助 也希望部落族人能团结一心彼此照顾关怀 携手同心共同维护自己的部落 记者 石玉兰 万荣采访报导